一大早人就不在 他俩的关系果然有鬼 你怎么在这儿 梁小姐 真没想到 你还有早上穿门的习惯 你还有早上穿门的习惯 瑶瑶 和你说了多少次了 洗完澡之后要把头发擦干 不然你一会儿又要头疼了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以后我的头发都要由你来吹干 说话不算话 你坏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梁小姐 那你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蛋糕挺好吃的 你究竟要干什么呀 又翻前往爬窗的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乱来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那 那 到底要干什么 抱歉了宋小姐 没关系宋小姐 学长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辛苦了 秦昊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现在几点钟啊 早上前一点半 昨天折腾了我一天 今天一大脑又来 我是人不是墨上的驴 你这样奴役我 你的良心不会痛啊 对了 你根本就没有良心 是吗 要不是你昨天晚上不跟我搬过来 注意今天早上这么手忙脚乱的吗 要不是我反应快 我身份就暴露了 对啊 你身份暴露了 你身份暴露了 你身份暴露关我什么事啊 你是我迷上的太太 怎么不关你的事 我身份暴露了 你呢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她不会真生气了吧 要不同居这事 你要实在不愿意就 行 我搬 不就是同居吗 反正我们也领了结婚证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又怕谁呢 我怎么早没想到啊 反正我那份合同 肯定就在这屋子里 来了我就是挖第三职 也给它挖出来 还愣着干什么呀 陪我回去收拾东西 我明天就搬过来 等一下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别动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别动 别动 你不知道 你能够消失费 你不是要不正想 不是 穿你 别动 你能够消失费 你赶紧 你为什么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